为了让受辅助的孩子们有更好的居住空间 南投家府中心在各界善心的捐助之下 普里希望家园二馆日前正式接牌启用 副议长潘一泉 先议员黄世芳 燕仁创 以及林芳宇接到场祝贺 并且希望在二馆落成启用之后 能够让这些受到安置的学员们 能够在新的场地重新出发 未来有更好的发展 今天可以说真的好日子 我们月轻松议员 林芳的议员 黄世芳议员 也都来这里跟我们家园 做一个章作一个使用的电影 也希望这个二馆使用料 也让我们小的来 一些孩子有一个收容 能够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一起感谢国家 对我们少年家园的企业忠感 付出很多 一起来给大家做些感谢 先议员黄世芳 感谢家福委员 以及重建主委等各界的善心 努力积极筹策策经费 才能将希望二馆建立起来 且整体环境非常的完善 相信这座二馆的完成 也能够让这些孩子们 在这里有更好的学习空间 所以非常感谢我们刘主委 还有一些我们家福的委员 重建委员 还有各界的善心人士 所带来的今天有一个落成的结果 能提供未来小孩子 在成长的过程中 他的环境各方面都会非常好 先议员林芳宇表示 有这么完善的环境以及空间 也能够陪伴这些孩子们学习成长 也希望这些受辅助的孩子们 能够珍惜来自各界捐助 所建立起来的希望二馆 能够好好学习成长 很安心的一个学习环境 能够陪伴他们快乐的成长 希望他们都跟我们一样 也希望说他们珍惜各界 来自于各界的这个资源 在这边好好的学习 副议长潘一泉 感谢家福委员 重建委员 以及各界的善心捐赠 才能够让希望二馆顺利的完成 也期许二馆的竣工 未来也能够帮助受辅助的孩子们 一个安全且良好的学习环境 帮助他们未来有更好的发展 记者称为伊普利采访报道